那XBOX手柄呢 没有麦克风 没有扬声器 没有灯带 也没有六周托洛仪 这是一只PS5手柄 这是一只XBOX Series S的手柄 这两本手柄有哪些区别 这个视频做一个对比 给需要的同学一些参考 我这两只手柄都是国行的 TS5这只是PS5自带的 XBOX这支是我单独买的 这两只手柄也都可以单独买 XBOX这支419 但是需要抢 正常价应该在450左右比较好买 PS5这支价格在449 应该是比较好买的 这两只手柄的重量是差不多的 PS5手柄官方说是280克 XBOX手柄官方并没有说克数 但是盲侧是差不多的 另外它俩的大小尺寸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俩设计不一样 这块的面板 XBOX更宽大一些 PS5的腿更长一些 至于说握感是否舒服 完全看习惯 我更比较偏向使用PS5手柄 这个更舒服 PS5手柄用的是锂电池 USB C口充电 1560毫安的锂电池 充电是3.65V XBOX手柄用的是两节AA电池 据说续航也不错 这两只手柄都能玩PC游戏 关于PC游戏的体验和兼容性 在这个视频后面详细说 这两只手柄都带3.5毫米的接口 支持声音输出 也就是它俩里面都有生卡 另外PS5手柄除了有生卡 它还有一个麦克风 除了麦克风 它还多了一个单声道的扬声器 除了扬声器 它还多了一个触摸屏 除了触摸屏 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光带 可变色的光带 除了可变色的光带 它还有一个6轴的陀螺仪 叫三轴方向 三轴加速动态 一共是6轴 XBOX手柄 没有麦克风 没有扬声器 没有灯带 也没有6轴托螺仪 但是它多了一个配对件 这两只手柄的表面握感 其实都很舒服 但是我感觉 XBOX手柄的颗粒感比较大 塑料感比较硬 这个PS5手柄 我刚拿到的时候 这个颗粒感也挺硬的 但是可能玩久了 变得舒服了很多 更好握持 也许 也许XBOX手柄玩久了 就会比较好握持了 这个颗粒感 可以蹭上油泥之后 就好握持了 说完表面 说说按键 PS5的按键都偏软 XBOX的按键 偏硬 很脆 特别是这个十字键 感觉特别廉价 还有这个摇杆键 也感觉很廉价 它就不如 PS5这个手柄 那么有质感 那么有豪华感 如果换成车来对比 PS5手柄 算是豪华级的 XBOX手柄 算是粗野奔放级的 简单明了 我个人感觉 PS5手柄 按起来更舒服 但是据网传 PS5手柄更容易坏 这两只手柄 都是官方质保一年 XBOX手柄 据说挺皮色 可能是高科技 含量低一些 这两只手柄都有震动 都不是那种 简单的那种 转子马达的 噜噜的那种震动 都有一些细节震动 在开车的时候 能感受得到 用它们玩PC游戏 同一款PC游戏 这个震动感受是不一样的 XBOX手柄 震动更强烈 这PS5手柄 震动更小 完全体会不到 用PS5手柄 玩PS5游戏的那种 震动感 豪华感 虽然PS5手柄 有很多高科技的很活 比如各种震动 比如利益反馈 但是这些都需要 游戏支持才可以 需要把它连到 PS5游戏机上 另外这个游戏 还得是PS5版本的 另外这个游戏 还得对这个手柄 做特别的支持 我们才能体会得到 目前在所有游戏里面 我感觉宇宙机器人 是对PS5手柄 支持最好的游戏 其次是战神 还有就是COD19 COD19支持 陀螺仪 瞄准 辅助瞄准 还是很爽的 任天堂Switch 也支持陀螺仪 瞄准 很可惜 XBOX手柄 不支持陀螺仪 但是XBOX上 又有很多 第一人称设计游戏 而且他们很多玩家 还玩得挺好 看来都是通过右摇杆来瞄准 练就了一身本领 真功夫 下面继续说 这两款手柄 都有USB Type-C接口 都可以用一条Type-C线连接PC 这两只手柄都有蓝牙 PS5手柄是蓝牙5.1的 XBOX手柄是蓝牙4.0的 XBOX手柄能连XSX游戏机 也可以连PC 还可以连安卓 苹果的平板 电脑手机 PS5手柄可以连PS5 可以连PC 也可以连苹果的Mac电脑 至于安卓和iOS设备 官方并没有说 我也没测试 有懂的同学 可以发弹幕或者评论区 我估计很多同学 比较关心 用这两只手柄 玩PC电脑游戏 哪个更好一些 有的同学有了PS5 而且他喜欢玩PC游戏 是否有必要 再单独购买一个 XBOX手柄玩PC游戏 先说他们的连接方式 PS5手柄可以用蓝牙 连接PC 笔记本或者台式机 也可以用有线的方式连接 这个XBOX手柄 可以用数据线连接电脑 也可以用蓝牙连接电脑 还可以用接收器 上个视频分享的 接收器连接电脑 蓝牙连接我都试过 体验并不是很好 会慢半拍 所以我又买了那个PC接收器 很多人说这是一个组装的 不过无所谓了 但是延时确实很好 可以和有线媲美 这两只手柄都可以用有线的方式连接到PC上 效果也是挺好的 但是有一定的兼容问题 那什么兼容问题呢 这要说一个时间节点 那就是2005年 XBOX 360游戏机发布 从那时候开始的PC游戏 基本上都默认支持XBOX 360手柄 同时也支持XBOX的后续手柄 2005年往后几乎大部分游戏 现在几乎所有的游戏 在出厂的时候就支持XBOX他们家的手柄 在PC上 这也就是说 如果你主玩PC游戏的话 可以用一只XBOX手柄 连接电脑玩游戏 这样兼容性是最好的 原生支持 随着2020年底PS5的发布 PS5手柄一炮大价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PC游戏 也都支持PS5手柄 但是支持它的游戏的数量 和XBOX手柄的支持数量 不在一个级别上差很多 所以PS5手柄想更好的玩PC游戏的话 可以借助一个软件 叫DS4 Windows 我之前做过很多视频 说过这个软件 如何下载 如何安装 另外有点麻烦 那个软件就是把PS5手柄 给它模拟成XBOX手柄 它会把PS5手柄的三角键 模拟成外键 在游戏中看到的是外键 你按这个键就可以了 即便如此 有这个软件 但兼容的游戏也不是说百分之百 只是改善了一部分游戏 比如在机品飞车2v1里面 用PS5手柄不是很好 比如左边这个键 应该是地图键 在游戏中出不来 最近我又发现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在Steam这个软件里面 可以开启对PS5手柄的支持 开启了之后 就可以用PS5在Steam里面 玩Steam里面购买的 机品飞车21这款游戏了 那这个键呢 还是地图键 但是在游戏里面的键位 仍然显示的是 这是RB 这是RT 是XBOX的键位 但是使用起来 没什么问题 玩铁拳 机品飞车 这些都没问题 但是仅限于 Steam这个软件 提供的支持才可以 这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如果你想用PS5在PC上体验PCGP 就是那个XGP西瓜皮里面的游戏的话 那支持的游戏就不多了 比如这两年比较火的低平线5赛车游戏 如果你在PCGP里面玩 那只能通过DS4 Windows 那个软件把PS5映射成XBOX手柄的键位 另外还要装一个插件 我看过网上的教程 也有点小麻烦 需要折腾 需要鼓道 那做个简单的总结吧 这两只手柄 我感觉都是非常不错的手柄 质感 做工 品牌 手感 人体工学 各个方面 我感觉都不错 我作为轻度玩家 这两个手柄都满足我的需要 因为我平时也要玩一些PC游戏 用PS5其实也是OK的 比如我之前玩的那个RA模拟器 一个开源的软件 它默认对PS5手柄是支持的 另外在苹果Mac电脑里面 它也是支持PS5手柄的 可以插线 也可以用蓝牙 但是我最近不怎么爱折腾了 所以我买了这个XBOX手柄 用它来玩PC游戏 这样更省心一些 另外我不想用有线 又买了一个接收器 主要就是为了省心 我是从微软官方商城买的 是抢的 之前也分享过视频 据说很多第三方店铺 有假的 确实不好分辨 要不是从微软官方商城 亲自购买的 我都怀疑这是假的 是山寨的 因为做工各个方面 这个声音和PS5手柄相比 真是有很大差距 但不能说它是一个次手柄 只能说不符合我的心理预期 需要调整一些 如果想图省心 可以买一只这样的手柄 因为这种手柄可以玩很久 如果想省钱 不怕折腾 可以用PS5手柄 接PC玩游戏 用Steam 用DS4 Windows 软件模拟 或者其他的插件 就是多找找 多设置一下 多调调 即便如此 也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完美 要完美 要省些 还得上这种东西 另外还有一种第三方手柄 这个有很多我还没测试过 也不知道手感怎么样 国内的一般都是200多块钱 这个灯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基本上都说明白了吧 以后我再有什么想说的 再做视频和各位分享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量